5000亿光伏毛盘中大跌超9% 或受产品在国外遭扣传言影响 11月3日光伏毛龙基股份盘中大跌 跌幅一度超9% 截至发稿报90.95元每股跌9.03% 目前总市值为4923亿元 消息面上 今日市场流传龙基股份 有产品在国外被扣留 针对此传闻 有媒体称龙基工作人员回应 公司内部正在做进一步核实 暂时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以及影响 需等调查结束 此前不久 龙基股份曾发布公告称 董事白中学计划以及中竞价方式 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不超过2.8万股 除了董事减持外 今年三季度 知名基金经理良好管理的彭华新兴产业 刻出龙基股份前十大重仓股行列 成长一哥广发基金副总经理刘国松 管理的广发小盘成长基金 也减持了龙基股份